您好 歡迎收看華視一八零零晚間新聞 我是朱培茲 新聞一開始忙 帶你來關注 台鐵太魯各號出軌事故 造成了重大死傷 施工單位 東興營造跟監工單位都遭到調查 要釐清是不是有弊案 而肇事的易祥工程負責人李易祥 疑似是借牌轉包 涉及圍標 相關人等現在都被檢調漏夜問訊 那麼最後承包商楊金郎是以五萬交保 監工林長青 違反了政府採購法是三百萬元交保 同時還有東興營造的負責人黃平和 跟他的兒子黃文利 也因為是違反了政府採購法 是個別以五百萬跟二十五萬交保 不過因為黃平和一直到清晨六點 家人只湊到四百萬元 檢方裁定讓他先行 交保離開 到底有沒有借牌這一回事 是不是借牌標案 李易祥低頭沒回答 工程車滑落釀車泰魯各號出軌 造成重大死傷悲劇 檢調深入追查借提李易祥訊問 就連李易祥雇用的逃逸外勞阿好 也被帶回調查 兩人最後都因為涉嫌過失致死罪嫌 有串陣滅陣之餘被裁定 羈押境界 而其他工程相關的人員 包括了承包商楊金郎 涉嫌業務登載不實五萬交保 還有李易祥的工地夥伴 東興營造監工林長青也依違反採購法三百萬元交保 而東興營造負責人黃平和涉嫌借牌轉包 違反政府採購法 本來裁定五百萬交保 最後改成四百萬交保 而他的兒子則是二十五萬交保 不排除讓李易祥回到現場模擬 釐清事故發生的經過 而花蓮地檢署也陸續傳喚 臺鐵花蓮公務段一級主管道案 釐清工程標案是否有疏失 其中包括了李易祥在事發第一時間 撥打的第一通電話對象 臺鐵公務段的雄姓施工主任 聯政署帶回多項相關資料證物 提供給檢方釐清 臺鐵花蓮公務段在標案當中 到底有沒有涉嫌疏失 前後約談六個相關人員到地檢署 希望能盡快釐清案情 華視新聞 劉宜均 張道永 張義軍報導